第下一个问题 假如平时在念佛过程中 有遇到逆境和障碍 是否可以多念一些密宗咒语 或者吃一些密宗上司所加持的甘露碗 来帮助度过难关 这个方法可不可以 我给你答复是可以 为什么可以 因为你相信 你相信上司加持 相信上司念的甘露碗很灵 你只信你就灵 不信你就不灵 还不是一句话 一切话从心想什么 抓住原理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上司的加持 上司的咒语 灵不灵 都在你的信心 你有一分信心 它就有一分灵验 你有十分信心 它就有十分灵验 你要有怀疑 它就完全不灵 然后你就晓得 不是他的东西灵不灵 是我们自己的心灵不灵 不但是如此 我也讲过很多 你生病 你看医生 你吃药 你这个病能不能好 与医生不相干 与药也不相干 与什么相干 信心 你对于这个医生有信心 你对于医生的处方有信心 什么把你病治好了 信心把自己的病治好了 那个医生再高明 你对他怀疑 对他不相信 你吃他的药 一定用没有 花言经上说的 幸为道运功德母 掌扬一切诸善根 这样去过 总部的印象 那个医生 这 there 放过来 都放在 SAM